呼港通今天启动陆股和港股原本都是表现不错 不过最后纷纷以下跌作收 不只是陆港股如此 日股和韩股以及新加坡股市也都是收跌 日经指数今天收在了16,973.80点 大跌了517.03点 跌幅达到2.96% 而韩国综合指数也小跌了1.51点 收在1943.63点